王哥 你家孩子多大了 我老大十八十九了快 幸福 老二三岁 我认识老王都是他孩子还抱着呢 然后去年我们一块吃饭 约吃日本料理 老王来晚了 我老王特别生气 气死我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再不进包卷的 哎呀 气死我了 我怎么了 刚才我看见有女儿 和一颗男孩在外面吃饭呢 哈哈哈哈 我想做他 我想做他 没没没没 十八岁了 我问他你那同学吃饭 但是我们能这个 我心里边就立刻感觉到 约约 约约 不舒服 连女儿也到了这个恋爱的年纪了哈 不是 不知道 他不知道是不是恋 他不是恋 不是恋 你看还不承认 不敢面对 不是恋恋 不是恋 那问他 问他 不一功课呢吗 对吧 对 大家就是日本料理 是吧 哈哈哈哈 你俩聊天够逗的 哎呀 同学们之间出去吃个饭 有什么呢 我觉得你应该开放式的 跟你姑娘聊 对 哎 但是我觉得十八岁 谈恋爱很正常啊 嗯 你信不信我一连刀 把这小哥给他弄死 我不会放过房碰的 我觉得十八岁 谈恋爱很正常 他没有觉得不正常 他只是还没准备好啊 那这准备不好 哈哈 哈哈哈哈 哎李闺女这跟人吃什么来着 哈哈哈哈 论学习得到日料时 哈哈 你还在日料 卫习功课吧 哈哈哈哈 咋就这么巧就撞上了 你生子满掉了 你仨的缘分是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 给他们再来拍生鱼片吗 他那单人你给买的吧 那吃日料那小伙子多大岁数 让他看着 哎你什么事 哈哈哈哈 干着你 嗯 急眼了 报复性回答 可你不是 急了 总是被伤害了 叫他名字 我早上倒霉了 你知道吗 哈哈哈